我只會覺得可能他們的屋是沒有電沒有水 但我去到的時候不止沒有電沒有水 我們覺得很簡單的一個洗手間的條件他們可能都沒有 甚至乎他們我曾經是見過一間屋 他們是因為打風而導致整個屋頂都沒有了 Melody 早安 有意仙 你好 我是Johnson 林振潛 早安 你好 我是Vivian 溫慧欣 每一次我們Melody 掌聲有請都會邀請吳徒羹藝 來跟我們聊聊天 不僅要了解他們的動向 帶給我們很多精彩的人生故事 所以今天請來這位嘉賓 不僅是馬來西亞的朋友都很熟悉 而且很有才華又很英俊 最重要是很有愛心 是呀 沒錯 所以今天我們除了掌聲有請要了解自己的故事之外 當然他這次接受這個訪問也有一個很有意義的目的 我們先請出驚昂30的愛心大事務地友周柏豪 Hello 柏豪 你好 Hello 大家好 兩位主持人好 我先談談一下 這次飢餓30八號就是愛心大事 先說一說 飢餓30這一個活動 我們都知道很有意義 而且都扮了很久了 對你來說是怎樣的一個活動呢 首先我自己覺得很榮幸 而且很開心 而且我不是第一次去跟世界宣明會合作 得到他們的邀請 所以自己很感恩 有這個機會能夠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想我對飢餓或者貧童的一個概念 也都是對於我來說一個好的機會給自己去更加認識這個世界 認識更加多自己 其實是一個很幸福 從而令到我對我自己擁有的東西更加感恩的一個好的機會 所以對於我來說我很珍惜這一次活動 因為雖然去不到當地做一些探訪 但是幸好現在也有一些科技可以幫助到我們去了解到當地的情況 他們也可以分享當地的情況給我們看 我覺得只要有愛和有正面的能量 大家都可以互相傳遞到 回想剛開始接觸世界宣明會活動的時候 因為以前可能你都聽說過的 即未真正參與之前 其實參與了成為了愛心大使的時候 跟你只聽未參與之前 你覺得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如果透過新聞 透過平台去知道有這個活動的時候 我會覺得 我相信這個活動會幫到人 我亦都了解到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很慘 但是未真正去加入這個活動的時候 我覺得所有的感覺都是比較單向一些 或者表面一些 但是當我看完一些的分享 甚至乎我以往去到菲律賓去做一些慈善的探訪的時候 看到當地的人 他們的貧窮的這個環境 其實是局限了他們很多東西 貧窮不只是說貧窮就等於沒有錢 沒有錢就買不到他們想要的東西 吃不到他們想吃的東西 不只是純粹那麼簡單 一個貧窮 貧窮是會局限了他們的生活 包括醫療、教育、健康 很多的東西都其實是會局限了 我覺得最重要的反而是 下一代的教育問題 教育我覺得是因為我自己做了爸爸 教育這件事是不要小看 是很重要的 其實如果做好了教育 其實下一代他有他的智慧 他有他的能力 就可以改善到他們那一代的問題 是啊 那你去探訪的時候 其實最大的影響 你見到的東西 有沒有些什麼可以和大家分享呢 我記得他們的住屋的條件 是超乎我自己去探訪之前的概念 我只會覺得可能他們的屋是沒有電沒有水 但是我去到的時候不止沒有電沒有水 我們覺得很簡單的一個洗手間的條件 他們可能都沒有的 甚至乎他們我曾經是見過 說的是一間屋 他們是因為打風 而導致整個屋頂都沒有了的 我也都去探訪過一個 家裡比較好一點的環境 但是他們有一塊田地 因為貧窮可能沒有一些好的器材 甚至乎買不到一些更好的殺蟲劑 所以可能很多蟲來到他們的田地的時候 就吃光他們所有可以賣的一些農作物 其實這個也是因為貧窮 而令到他們不可以更加一路發展到他們家裡 缺貧的一個問題 所以貧窮真的會產生很多問題出來 剛才因為你都一直強調教育的重要性 日後會不會已經打算和太太說 我們要灌輸怎樣的觀念給他們 就是說到現在雖然我們生在一個城市 我們是幸福的 很多資源我們都可以很容易擁有 但是對於一些人來說 不是那麼理所當然的 那有沒有想過告訴他們一個怎樣的教育 又或者是怎樣會教導他們 日後就是懂事一點的時候 其實都不是日後了 現在已經開始了這個概念給他們 尤其是在洗手間、洗澡、拆牙的時候 都會跟他們說這些食水 是有些地方的朋友是沒有這些食水 用來拆牙、洗臉、甚至洗澡的 他們的食水的條件可能是髒的 就好像《經過30》今年的一個口號 就是Future starts with you 未來有你大飛 每一個人都做好自己的本分 我們見到在《經過30》的活動上 你就會透過自己一些行動 來呼籲大家一起幫助改善這個世界 那麼在音樂的事業當中 你又憑著怎樣的信念和態度 來透過音樂來改變這個世界 量這個世界變得更加好呢? 一直都是用一個發胸正面的訊息 正能量 我想我從我們入行第一首歌 《同天通》到現在的歌 其實雖然很多都是一些慘情的歌 但其實裡面都有很多信息 是關乎於我們人要正面 即是關於分享、團結、珍惜 其實很多不同的正面的價值觀 都可以在我的歌曲裡面 我曾經都有分享過出來的 我希望一直都可以向著這個方向 去跟大家分享 那麼在你自己的生活 或者你們的愛情故事裡面 回想你對你太太 或者你太太對你做歌 你覺得是最sweet 最充滿愛的一件事是什麼呢? 太多了 我想對於我來說 未必是一件事 我跟我太太在一起 都已經有16年的時間 反而是這一段這麼長的時間 她在我身邊反而這個動作 是給了很大的動力 不是因為一件事而令我感動 是反而這麼長的日子 一直都沒有改變過任何的事情 這才對於我來說是最重要的 令到我感動的事 所以我們幸福的時候 我們更加要去珍惜 還有我們珍惜之餘 都要去付出或者甚至幫助別人 就好像今次經我30的活動 即是假裝了這麼多年 都幫了很多人 但是就好像柏學剛才所說的 即是我們要去作出這些改變 不是一早就一直說 我幫我一次她就會改變 不是的 最後柏學和我們呼籲一下 我們馬上的朋友去多多參與 好嗎? 好啊!希望大家都能夠多多參與 世界書名會的飢餓三世活動 因為對於我自己來說 除了是一個可以幫到其他人的活動之外 其實對於我來說 是一個非常好的體驗和學習 其實我們可以用我們的能力去捐助 更加多需要幫助的朋友 希望大家都可以勇於去參與 好好享受 是的,基我30活動 將會在9月16日舉行 其實就已經開始報名了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參與 有興趣參加的朋友 都可以去到worldvision.com.my 去了解更多詳情 是的,所以今天的Melody掌聲友情 真是非常有意義 再次多謝周柏學的時間 多謝你的分享 Thank you Thank you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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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